信 论语书 圣宗追悦 明德归后义 对父母 敬孝众生 对祖先 追思祭思 社会的风俗道德 就会渐渐独厚起来 人心醇厚 社会才会暗点 世界才会太平 这是环环相扣 息息相关的因果关系 借着祭祖活动 坠坏老祖宗的时代 至离左右 陈有离异之旁的太平绅士 当时人心纯净 精神生活充实 人人过过 干分 落天之明 所以 所以社会繁荣 安定 人民幸福快乐 老祖宗做出 和谐的典范 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必须感恩 我们必须感恩与继承 在当代世界理性 和谐现代社会 并且将如此重要的智慧与经营 完整地传承 完整地传承下去 利益后代子孙 这才是真正做到 知恩报根 孝敬 足以维护人类社会的 永世祸鞋 中国传统的 博家性力图 只收落了四百多个现实 现在 根据专家研究 中国总计有 两万四千多个现实 如果这两万四千多个现实 在世界 其他国家地区 做一次 祭奠的展览 相信会使很多人 尊敬佩服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要让这么多不同的族性 团结成一个国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样的洋洋大国 靠什么团结呢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不追 就是依靠孝和静 这两个根本的德行 从中维系 而基础正是孝敬的具体表现 就孝而已 中国的孝字 是老子和子字 合成的一个字 其含义是上一代 和下一代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推而广直 上一代呢 还有上一代 追溯过去 无始 下一代 还有下一代 推延未来 无踪 人类的过去 现在未来 是一个整体 息息相关 不可分割 由于过去 祖宗的种种努力 我们今天才能 安详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我们今天 种种努力 又能带个后代子孙 幸福美满的日子 记住 一方面提醒我们 追思感念 祖宗的种种恩德与贡献 效法祖宗的道德传统 珍惜维护祖宗 遗留下来的智慧经验与典范 另一方面 也启示我们 要将同样的 亲爱与恩德 沉船下去 造福利业 后代自尊 所以 祭祖所展现的 是人类 免饮不绝 深深不息的 生命动力 是超越 时间限制 恒骨长存 整体 亲爱与关怀 这种力量 于远见 足以维护地球人类 千秋万世 永续长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